他拿来的这幅画 署名是唐云 唐云啊 对 唐云是海派著名的花鸟画家 因为他的画比较雅俗共赏 所以这几年是很受追捧 因此也带来什么问题呢 假画很多 一般是十张九甲 那么经常说到好像 鉴定是云里雾里的事 我们有几个点 比如他这里画了一只老鹰 他的眼睛很重要 也是鉴定一个很重要的一句 那么我们现在做个试验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在左边的 我们从左边走到右边 如果在右边的 从右边走到左边 那么眼睛盯着他这个老鹰的眼 大家看看 感觉一下 是不是有那种月亮走 我也走的感觉 就是说你走的时候 他这个眼睛是不是跟着你走 如果他也跟着你走 比较靠谱了 第二点 他这里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就说如果是真的话 它是笔断一连 是笔断一眼断的 那么一般是假 所以这三点就足以来考量 这件东西是真还是假 那么第一点的眼睛 我认为是靠谱的 第二点 松针也没问题 非常自如生动 一点不死吧 一点不乱 第三 就是这个 刘白的地方 基本上是 笔断一连的 非常流畅 再看最后一个 比如说提款 1975年6月唐舟唐云这几个字 一气呵成 所以这件东西 没问题 靠谱了 是真的 谢谢 谢谢丁维老师 这是一张神王气足 一气呵成的 唐云代表性的作品 所以我们给他估价是 一二三 三十万 三十万 三十万